韩国和美国今天展开自由护盾的春季联合军典 值得关注的是军人的规模是去年的两倍 年度空军大队级连演也会进行五天 而最大的目标就是应对朝鲜的核威胁 这是朝鲜去年11月单方面推翻韩朝军事协议后 首尔当局第一场军事演习 美韩联军将在韩国全境展开 朝鲜巡航导弹探测及打击训练 联合空袭训练 联合战术实弹射击训练 联合空对空射击训练 空对地轰炸训练 双阴空中大队级连演等等 一如既往 平壤对队场吃枝以皮 直言这是为核战预演 首尔当局和华府则是回应 军演执主属于防御性质 除了韩美联军 澳洲 加拿大 法国和英国等 12个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国也会参与 CM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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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